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如今准妈妈们的孕期营养越来越好了 日前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就接生了一个重达12斤三两的男婴 实属罕见 从照片上看 这名男婴的体型比其他新生儿明显大出一圈 胳膊大腿已经和满月的宝宝一般粗细 医生介绍这名男婴出生时体重达6170克 也就是12斤三两多 她的母亲来自江苏 由于怀孕中后期食量大增 加上长期卧床休养 导致宝宝过度发育 好在母子平安目前已顺利出院 医生介绍在医学上 体重超过8斤的新生儿被称为巨大儿 近年来发生率已超过10% 较20年前翻了三倍 其主要原因在于孕期营养过剩 记者在采访中就发现 不少准妈妈吃得非常讲究 我自从怀孕之后就开始每天一杯牛奶 一个鸡蛋这是必须的 我婆婆什么下午也会给我煮一点 比如说这种银耳啊 或者是吃头疼啊这种东西 医生指出 孕期营养补充不宜过多 注意粗细搭配 荤素搭配 避免高脂高炎即可 目前在上海新生儿的平均体重 在7斤左右 如果胎儿过度发育 不仅会大大增加孕妇发生产伤和产后出血的几率 更可能影响孩子成年后的身体健康 像一些远期影响可能会影响他一辈子的 比如说在青春期或成年以后呢 可能这种肥胖症啊 还有这种糖尿病的发生率就会明显增高 记者王弥璐报道